《复联4》删减内容曝光她出演成年钢铁侠女儿,但戏份全删光导演亲自解密原因。 根据外媒消息,汉娜的演员女主角凯瑟瑞朗佛会在《复仇者联盟4》出演一个新角色,但电影正片中并未出现她的身影,对此导演罗素兄弟做出了解式,表示她的戏份被删掉了。 早在上映前,当汉娜的演员女主角凯瑟瑞朗佛加入的消息一出,粉丝疯传她可能是蚁人的女儿,更多人认为她是鹰眼的女儿,后来她也在Instagram删出全新造型,把头发染成了红棕色,让粉丝相当兴奋。 未料《复仇者联盟4》上映之后,粉丝抱着期待去看电影,结果完全没看到凯瑟瑞朗佛任何身影,甚至连片尾字母似乎都没有她的名字。 粉丝跑去她的Instagram问答相发问,请问你在《复仇者联盟4》演什么角色?她无言以对,只能回答,看来相当无奈。 以下还有《复仇者联盟4》剧透有雷。 导演罗素兄弟向外媒MTV节目《Happy Second First》证实,凯瑟瑞朗佛却是有演出《复仇者联盟4》而且是钢铁人的女儿摩尔根斯特长大后的版本,最后戏分全部删除。 据了解,钢铁人在《复仇者联盟4》最后关头,抢走无限宝石弹动手指,导演本来要穿插一段钢铁人女儿摩尔根斯特的未来模样与她相遇的一段。 上述说的地方就是《复仇者联盟3》结尾弹动手指之后,曾经短暂进入灵魂世界,跟年幼的耿摩若儿为换取灵魂宝石的干女儿相见。 至于为何要删掉这一段,罗素兄弟解释道,我们将这段播放给适应的观众,反响却很困惑。 随后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法感到和她成年的女儿在情感上有什么联系,情感上无法产生共鸣,于是就删掉了这段。 这段戏份中,钢铁侠的女儿长大版,谅解了她父亲做出的选择,让她能安详地离去。